- 歡迎收看小明星 - 歡迎收看小明星 - 歡迎收看小明星 哈囉 大家好們 我是電他少女Emma 現在我們在深圳的華為總部 然後要給大家看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我手上的這些 是不是很漂亮的顏色 這是上個月啊 華為才最新推出的 Nova 3 跟Nova 3i 系列囉 那這次Nova 3 跟Nova 3i 他們同樣都是搭載的 6.3 吋 Full HD Plus IPS 全螢幕 然後他也都是有瀏海 然後總共是四顆鏡頭的手機喔 前置鏡頭兩顆 然後主鏡頭也是兩顆 那在Nova 3這個手機上面呢 總結來說有兩大特色 一個呢就是他的瀏海前面呢 加裝了一個紅外線感應器 因此呢他在人臉辨識上呢 其實是不管在任何光線 就是有光啊或者是微光 甚至完全黑漆漆的房間裡面 他也都是可以辨識人臉 也就可以打到比較安全性的臉部解鎖囉 然後第二個特色就是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現在有很多手機 他們的主鏡頭呢 都有 AI 美顏的功能 或者是場景辨識的功能 但是這次Nova 3啊 在前置鏡頭上面呢 也加入同樣的 AI 美顏跟場景辨識功能囉 也就是說華為呢 把他的 NPU 類神經網絡單元 同樣加入到前鏡頭的功能上啦 因此呢他在前鏡頭的部分 總共有八種場景辨識 也就是說啊 你在用前鏡頭拍照的時候 不論你是在海邊啊 藍天 或者是花朵旁邊 他都可以精準的辨識人臉跟場景 於是就是幫你達到美顏 同時也可以保留背景鮮豔度的效果喔 那看我們一定會很好奇 Nova 3跟Nova 3i 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啊 處理器的方面呢 Nova 3搭載的是華為旗艦機的 709 70處理器 而Nova 3i呢搭載的是最新系列的710處理器 另外呢他們在外觀設計上面啊 Nova 3呢是3D的玻璃機身 而Nova 3i則是2.5D的玻璃機身喔 另外啊他們在主鏡頭畫素上也不一樣喔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在Nova 3機身上面寫的是 AI Camera 但Nova 3上面寫的是 Dual Lens喔 另外啊 華為在6月新發表的GPU Turbo功能呢 在這兩隻手機上面也都有喔 所以可以說Nova 3系列可能是 最會拍照的遊戲手機 或者是最能玩遊戲的相機手機啦 那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按一個Like 還要記得訂閱電探上你的頻道 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才能接受我們第一手消息喔 掰掰 這句 renov影片 然後系列快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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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